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汽车碰胀安全性设计当中 涉及到碰胀的概念 涉及到碰胀以后变形的等等相关的力学的知识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北京鸟巢的设计 那么它在设计过程当中 那么要涉及到很多的力学问题 我们可以应用力学的工程软件 对鸟巢进行分析 那么再来看一下这个建筑卧在地震破坏以后的情况 我们看这个结构卧的表面 像我们仓服的旁边 它基本上墙体是以45度方向破坏的 那么这个又是什么原因呢 在我们学完工程力学这门课程以后 可以对此现象做出解释 那么在这一讲里面 我们主要讲以下几个问题 一 什么是工程力学 二 我们工程力学的研究对象有哪一些 三 它主要研究哪些内容 四 工程力学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五 介绍一下怎么来学好工程力学 那么什么是工程力学呢 木子在它的木经里面提出的书法 一 力 种子为 二 力者行之所以分 我们来看第二句话 行主要是我们指的卧体 那么分可以是有静止到运动 或者加速度改变 或者它的方向的改变 就是力作用于卧体呢 使得卧体呢产生了运动 或者呢是让它发生变形 那么在西方力学 机械学 机械结构 它的英文的字根是相同的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呢 力学与机械呢 被当作了一回事 那么力学也紧密 从数学结合 比如说我们跟达芬奇提出的 力学是数学科学的天堂 那么牛顿 在力学提出力学问题呢 是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里面 那么力学呢 是研究机械运动的一门科学 那么工程力学成为一门 自然科学的学科 是人类文明发展的 积赖的成果 是工程需要的必然的产物 那么比如说 在这个力学的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有很多的力学的专家 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比如说 拉格朗日 体目新科 那么我们国内的像 前学生 习智能 以及生性方等等 那么什么是工程力学呢 在百度百科里面 它有一个定义 那么它是一门理论性较强 以工程技术联系 较为密切的技术基础学科 工程力学它的定力 定力和结论呢 广泛用意到工程的实践当中 是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那么在维基百科里面 对工程力学呢 也有一个类似的定义 大家在小学的时候呢 我们接触到了力学的这个基本的知识 在初中物理里面呢 又涉及到力学的简单的问题 在高中里面呢 我们接触到力学的特殊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摩擦等等 在大学物理里面呢 我们也涉及到力学的一般问题 比如说我们有些运动学啊 在大学物理里面呢 涉及到 比如说像我们定做转动等等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实际上我们是从基本的尝试 到力学一般问题的认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研究对象呢 往往指的是钢体 也是我们也研究的也是自由体 那么在大学里面 像土木工程 机械工程 他们要学习理论力学 材料力学这两门课程 那么在理论力学里面呢 是以钢体为研究对象 在材料力学里面呢 是以变形体为研究对象 那么我们这本工程力学课程呢 主要来讲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的 基本内容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实际到 还有两个概念 就是力使握体 运动状态的改变 还有一个呢 是力使握体形状 此寸发生的改变 那么我们把力使得握体 发生运动状态的改变呢 我们称为力的外效应 力使握体发生形状 改变呢我们称为力的内效应 那么钢体和变形体呢 我们如果变形体 钢性化 它可以转换成钢体 钢体如果融性化 转换成变形体 那么我们在这门课程里面呢 特别要注意的 在理论力学部分呢 我们是以钢体为研究对象 在材料力学里面 以变形体为研究对象 那么钢体呢 我们在接下来的内容里面 我们还要有个定义 第二工程力学的研究对象 那么工程力学 主要研究对象就是构建 就组成我们工程结构 或者机械的一个零部件 那么构建呢 我们大致分为这样三类 一类是杆件 一类是板件 一类是块体 比如说我们看图中的图式 第三工程力学的内容 那么工程力学 刚才我们提到了 主要是理论力学 跟材料力学的两部分内容 理论力学呢 包括了静力学 运动学 动力学三部分内容 其中静力学呢 我们主要研究 外体在力气作用下的平衡问题 运动学呢 是研究外体运动的描述 而动力学呢 则是研究外体的运动 和作用力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么材料力学里面 主要是研究 外体的变形和时效 那么我们工程力学 在本门课里面 我们主要研究的是 静力学和材料力学 两部分内容 那么我们学完工程力学以后 主要是 我们用于工程实际以后呢 保证工程结构 有足够的强度 刚度 稳定性 合理选择材料 和构建的尺寸 从而呢 我们实现这个结构的安全 实用 以及我们经济 第二个呢 通过对工程结构 受力以变形的研究 为结构设计呢 我们提供什么 经济 有安全的设计理论 和计算方法 第四 我们 这门课的研究方法 我们首先呢 要从复杂和工程实践中呢 扎入本质 提炼力学的模型 第二呢 采用合理的数学工计 提出解决这个工程 技术问题的方案 最后呢 和我们观察结构 或者实验结构 较合 然后呢 直到这个激进设计 那么这是我们 研究方法的一个图示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一个对一个工程的对象 通过抽象 我们简化成一个力学模型 当然这个力学模型 可以有两种 一种是钢体的 一种是变形体的 有了力学模型以后 我们要建立一个数学模型 通过对数学模型 解析计算 就是数字求解 是吧 我们和实验模型的结果呢 进行一个比较 然后对误差进行检验 如果误差在我们的范围之内 那么我们就得及改出了结果 如果说这个误差比较大 那么我们要修改力学模型 然后再按照数学模型 数字求解 对这个误差进行检验 那么最终我们要 这个得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个结果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模型简化的几个例子 我们看一下这个高速力车 高速力车有一个动车的这个轮轴啊 那么我们工程力学的课程里面呢 我们要在这个模型进行简化 从而来进行这个分析 那么最终我们简化的是什么 一个四点的弯确连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FAFB呢 实际上是两个支撑 两个支柱是吧 这个F1F2呢 就是我们这个动车轮轴上所受的例 我们通过四点弯确连 来进行一些力学的分析 再来看一下 在工程力学里面 我们也有很多实验的方法 我们图示呢 是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 我们进行这个地震破坏的实验 通过这个实验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破坏的部位 破坏的形式 以及模型抵抗地震的能力 从而我们可以 如果哪个地方比较弱 那么我们在设计方案进行修改 进行修改加强 第三 在工程力学里面呢 我们进行计算 那么现在目前呢 国际上有很多通用的软件 用于我们力学的计算 那么这个是人体果格的受力 以修补 第五 我们说一下 怎样来学好工程力学这门课程 看一下这样一个框图 在工程实际问题呢 我们就要转换成一个力学模型 那么在这门课里面呢 我们也要注意 怎样将一个工程实际的问题 转换成力学模型 第二个呢 我们要应用相应的力学原理呢 来进行求解 那么这体现在我们讲到的力体 以及我们要求大家 这期完成的练习题当中 那么 学习力学模型呢 我们也体现在 体现在一些概念当中 掌握力学原理呢 我们体现在我们书本内容的 这个功理跟定义当中 通过这个学习力学模型 掌握力学原理 我们最终要把工程力学的知识 用于实际工程结构的设计 从而保证结构的安全和经济 那么最后呢 我们在这一讲课里面呢 我们有两个思考题 那么供大家呢 这个在平台上进行讨论 也可以我们在互通平台上呢 这个提问 我们一个我们看一下 一个停字 这个停字呢 我们把上面的梁呢 简化成下面的CABD梁 是吧 这是一个简直梁 那么我们在第二讲课里面 也要讲到 那么上面这个例 怎么传递下来呢 通过两个柱 我们这里呢 在ABD呢 有两个例F例左右 是吧 那么我们从你们 以右的知识来看 这个简化成CABD 这样一个梁 是否合适 如果不合适 这个呐 存在哪些问题 是吧 我们也可以在 互动平台上进行讨论 思考题一缸二呢 是也是一样的 我们分析 这个模型简化的 这个合理性 这是施工现场的一个 施工的一个塔架 那么我们这种简化成内秀模型呢 是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也请大家 这个分析一下 这个模型简化的合理性 也可以在平台上 跟我们进行互动讨论 好 我们本讲课结束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